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,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,美国无权说三道四。 中方在台岛周边开展军事演习,是对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谋独挑衅的坚决惩戒, 是对外部势力纵容支持台独干涉中国内政的严厉警告,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,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。 完全正当必要。 台湾地区领导人上台一时,就迫不及待露出台独真面目, 其520讲话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,充分暴露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。 事实再次证明,当前对台海现状最危险的改变, 对台海和平最重大的破坏,就是台独分裂行径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纵容支持。 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,派团出席520就职仪式, 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致贺,有错在先,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。 无端指责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法合理举措, 更是错少加错。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本性和野心, 认清其给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巨大风险。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, 兑现美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所作承诺, 停止以任何方式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。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,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坚定不移。 台独是死路一条,支持台独必将玩火自焚。 任何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行径都将以失败告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